埔里镇大栏里头七十二线及七十八线道路 是社区居民出入频繁的道路 但是因为路面破损严重 时常发生交通事故 在立委马文君以及县院吴国昌及黄世方的反应之下 日前县长许舒华也到现场进行会刊 我们的岛72串到岛78串 这两串都是我们很多社区在这里出入 我们的城堂这里都有两千整个我们的民众 尤其我们站在这里是一个新社区 所以中约过来有很多路面 无论是民生的用水用电的问题都会不断的开挖 所以导致我们的路面羞羞补补补 也是坑洞都非常的多 所以说透过我们三百多万在我们大南里的道路的改善 相信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出入更加的安全 先议员黄世方表示 头七十二线及七十八线长期路面破损不堪 感谢马文君立委及许县长的关心 云诺改善路面现况保障居民的出入安全 我们头七十二线七十八线长期路面因为破旧不堪 所以请他们大家一起来会堪 那非常感谢县长跟马文君委员 大力的协助经费 让整条路线可以修补完成 让各位我们的正民黎民大家有心得安全 先议员吴国昌表示 这次的会刊对于民众陈勤头七十二线及七十八线的路面 以及社区活动中心薄用问题 许县长都一一的允诺来帮忙 因此感谢许县长体恤民意为民众的福祉来打拼 我们来看这两条路的路面改善 跟我们社区活动中心交互地平修用 都一种很近度的改划 尤其这个工程都是八十天的工程 也感谢县长 体恤我们民众行的安全 清新 这么热的天气 来帅顶所有的团队来这 为我们的利民 为我们所有的拥有的人来服务 副议长排一群肯定许县长以及县府团队 关心民众需求 允诺改善头七十二线及七十八线 道路线框的用心 也希望会看后 相关单位能够紧速地来施工 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记者陈伟一 普立真采访报道